把我的智慧看得太小了 也误入他的智慧 要定一个要用力跳 够得着的目标 那这样的话使他 要不是达不到 但是要不是那么容易达到 后面他达到了以后 有一个激励的措施 这个激励的措施呢 是物质的 也有精神的 因为人往往精神商务 比物质商务还要重要 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玻璃有管理一定会有 通过这种激励措施 这种团队 这些企业走一个一个一个的经营 听黄董依习话 真的觉得这个黄董的市场经营能力是非常强 多元化的经营并不是盲目乱投资 而是有计划有预算的用专人专才去经营专业 所以他才会把这么多16家企业经营的各个都很成功 那尤其是我知道您的企业里包括了这个房地产开发 建筑工程的设计 还有甚至百货业物流业媒体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最有名的在这个 2007年您在无锡 盖了一个世界级的国际性的房制品商城 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请问这个商城跟他周边的配套建设都已经完成了吗 你说完善的那种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应该说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完善 一天比一天好 那个世界 那将来我们就去中国大陆又多了一个景点 一定要去无锡的这个商城 因为在那边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房制品 还有全世界的名牌都在那里 那还想请问这个王主角一件事情 您在美国已经投资了两个酒店 有没有继续在美国继续投资计划 开始投资酒店业 还有人在全世界世界也要打算在别的国家 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呢 当然我们上来 只要有好的机会和记忆 我们会 每一个机会和记忆我们都不会放过的 记忆体我们现在已经有什么目标了 这个不好说 那么因为有个商业机密的问题 对一个竞争的问题 但是有一条就是 我们对美国的投资 我们是会不断地加大 这太棒了 这个我们说实在的 美国的经济 不仅是已经一段时间了 这个黄冬的两比大的投资 真的对于刺激我们洛杉矶的经济 有很大的鼓励 因为很多的投资人都是举足的观望 我相信这也给他们很多的勇气 去来投资美国 同时也带来洛杉矶很多的就业机会 真的是要在这边感谢房东 那我想 最后我想说 一个 我听人家讲好 实话说一个伟大的企业 最伟大的企业就是慈善事业 那么我知道这个新世界集团 在这个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上 从来不落人口 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呢 新世界集团也捐了一千多万的三万 那我想在这么一个优良的企业 又有人心的这个领导者 我在这边真的是非常敬佩 我想请黄董呢 也跟我们洛杉矶的华人 在这个新的一年将去去勉励的话 我住洛杉矶的华人 在新的一年里 新省事情万事无疑 希望呢 那个洛杉矶的华人 在2011年做生意的发大财 那么做每个行业都顺顺利利 谢谢 谢谢黄董接着我们的采访 谢谢 谢谢收看